在团战的时候 无论拖比的对手是怎样的顺 他在团战都能够去用大招分割战场 让你短时间内是一个比少打多 这个就很麻烦 是的 不过刚刚看到 Bung Plus这边 DWB选手依然是表现比较轻松 伊利斯 补一下AP 这一手也算是小天挺久没拿到 之前蜘蛛 在9.1 9.2的版本的时候 有过好几次上场 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后来就逐渐的就消失了这个一手 这样DWB是超刀老司机 其实你中路 玩一个早机会被辛德拉推一推线 RJ 加油 RJ 加油 RJ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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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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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DWB 这会有点危险 蜘蛛正在潮着他这边赶先推球推道 盲藏这边要去跟叔叔 摸过来 旁边有一个蜘蛛 展现下来 再接扣起两个人 咔嚓交一个人 蜘蛛上吊飞天 看能不能咬出最后一口 给一下普攻 能不能烧死 好像有点好烧死了 小虎交出几个闪现 看见最后一个秒Q 但是传一下巴士塔 反正二半Q过来 最后光光一换一 但是又是一个关键期的推球 苏英币还差两下普攻 追不上啊 这一波事实上 方普拉斯的中野 已经应对得非常及时了 这两连控制 也导致喀萨的回应 这个天一波命中了之后 不好出手的二段Q 第一时间把喀萨打散 但问题是喀萨就是死血 逃到了塔里面 差了一点点啊 方普拉斯伤害上面有点不足 这波多云币的Q期 两个人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 对 这一波小天跟多云币 你看这个控制 控到了之后 喀萨的二段的回应期 就是出不来 而且有的时候 差之毫厘时之千里 刚才是入场 第一时间Q下来 但是好像 那个距离差了一点点 所以蜘蛛是非常不得已的 它闪现下来 就跟着蜘蛛 导致后面再去做 追击残血的时候 它没闪 是的 直接沉走 接点过来 阿姆在旁边 爆炮果实 谁先打 蜘蛛先打 旁边有个战恩 四包二 看一下阿姆 首先吃下自己的蜘蛛 喀萨也摸眼过墙 暂时没有色 请得来又过来掩护了一下 哇 这一波两边瞬间 一群人到场 除了一间没来之外 但是这一波终归是护着喀萨 成功地撤出了眼球 哇 两边的团队联动 做得好快啊 一个腿球 加上能量倾斜 单杀了 啊 没有 这边还有一个 有一个小斗的助攻 所以这一波严格上来说 还不算soloQ 嗯 现在小心手 比他整齐 其他另一边小明来了 蜘蛛双游 另一边 鱼青松 算说吃掉三 那自己接持了一个二连 开出白盾 但是自己的血线已经见底 这一波突然的野斧帮忙 这个让我想起来 就之前林伟祥的那段 SOT里面 有可能 AJ秀到了 AJ秀到了 哎呦 安静好像要动下 这波是双方上下路的一个交换 要看各自的命运了 先对AJ动手 这边建模应该是在扛 这一波防御塔 而下路也动手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剧情 卡下吃掉林伟祥 所以首先开一个护盾 这边林伟祥 想去换牛仔 但牛仔直接走了 不给任何的机会 林伟祥也被带走 最后下路是一波一换二 是的 那上路的话 AJ算交了个死亡闪现 但是这个塔 这个塔可能要被 Fontas给磨不少 大半步 所以明天最难说 还是这个兵线 又来 兵线切得很慢 他可能刷一张芒僧 摸眼过来 这个虚弱直接给上小虎 但是芒僧已经捕出了 最后的伤害 小天还是慢了一步 小天就在左近 就在刷那个F6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还就是第一波节奏 第一波前是年芒僧 那这个下虎前锋 虎子方三个人要直接去动 但是刚好带一个惩戒的 血线 附近 一推球 还是虎子方先去拿到 塔摩带着自己的ADC 也在下方转到战场 忙从先去秒之处 但是自己交出第一次闪现 就两个位移 卡塔只能靠一个点 但卡塔还是被维主斯一键收掉 旁边小虎的输出位置不错 再一推 推到了下路上出两个人 看下林伟祥 还在往后不停地拉扯 但是小虎最后 还是跟上后续的技能 再次交闪现 小虎还在去年大招 被精神所规避 但是W技能 分住两个人 一程推球 虽然没能推到 但这两个人也杀不掉了 是的 这一波本来是在我们之前 逼连手有预料到的 就是如果上半局开架 方帕斯的下路双人组 会先一步道场 但在先一步道场的情况下 要变奏的话 得靠对下路前锋 展现的组一币 想直接去闪现在 杠小虎 小虎反身一步推球 他们保护一下 自己方的维鲁斯 就像这飞天最后 用维鲁斯给他最后一击 而且刘吉斯要放了 这一步要放 但是小明 闪现打断了 维避想去找小明 但是小明直接闪现 回避掉维避的Q技能 再接二连打断 这一波 方帕斯虽然瞬间支援到场 成功击杀了小虎 拿到这笔赏金 但是很可惜 峡谷先锋没能放出来 但这一波方帕斯 已经找到了 非常不错的一个变奏机会了 是说闪现给杰杰 直接带走小明 旁边还有个Mazy Jim 旁边还有个Haza 不太多了 方帕斯这个塔不太好推 这一波小天很聪明 知道小明没有大招之后 绕了一个圈过来 找到了残血的小明 塔姆的大招是在CD的 没有办法继续先赶到战场 实在先滑布过来 配合盲僧 阻运臂 朝对手的方向去走 6技能 那应该走不掉了 这一波是知道阻运臂 上一波是有一个闪状的一个局面 所以知道没有闪 RNG直接开龙 我们爸爸卡莎 打龙打的相对速度还是可以 而战恩现在 在上的水平线离得比较远 蜘蛛现在比较的尴尬 视野现在 一寸一寸的坐过去 他摸手在他前面 这个手的还算是不错的 人民币过来援户一架 这个时候小明 一人其中四分的伤害 大招因此打破了 一个大招 解掉维鲁斯的大招 是大龙 盲僧已经率先打掉 但是小明 应该要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 AJ落地 同一时间 金钟也到场了 想去留AJ AJ走得比较快 从头交一个闪现 走过 这样是付出 小明牛头人的一个代价 是换取了大龙 但是伤害又跟不上 所以说我UZ 林伟商怎么会 单人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估计是被UZI的虚空锁定 命中了之后 直接大招上来了 先看一下这个 大龙出现的争夺 这一波 小明就上去是纯干扰 然后 做了腐败锁定之后 然后就开着大招在躺 然后他的Q 大龙闪现上去 一脚起一开小前 然后二段Q加陈就回来 这一波事实上 AJ没必要下来了 但AJTP取消不了 没辙 下来白送了一个闪现 半分钟 书云毕又是扛在前面 先吸收伤害 这新小兵海和资产 先过来一个头头 先想通书云毕 书云毕有个石像鬼 石板甲 肉子飞起 卡扎开了一个G针 后面开了一个大面的剑膜 要先去展卡扎 芒森已经倒在地上 书云毕这个吸收了成蹲的伤害 安地就是A他不动 而且这一波 刘青松 即时把林伟祥给吞到肚子里面 所以看到这波 就算把刘青松给踢了回来 但是刘青松 还有一个闪现可以溜 而且 这波是林伟祥有点坦坦 还真是 就W运动了 直接就大招上来了 对 地区的地方 是比较利于船长的大招去发挥的 当然也利于老司机 冲毕必要到一个 能够去开车的地方才行 现在他刚刚从上面 缓缓走过来 大龙打的是比较快的 五千多爆破火之下来 小天先交一个展现 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电魔直接开杀了 开到后排 而明一个人开一大招 停在前面 这个时候冰冻 要被打出自己的第一条命 杜云毕 开启相规 十八点 鹿鹿鹿飞起 而小虎一个大招 再一个飞球 飞造三个人 杜云毕也要到了 盲存一波 WQ 小虎开出一个低身 蜘蛛飞飞的上飙飞 但是没有办法自己的正面 队友已经一个接一刻的倒地 只剩下蜘蛛 还有三恩的尸体 哇 我的这一波闪现R 但是是为了秒零尾翔 但其实是为了在地上埋下 更多的球 然后最后的一波天女赞花 团控到了方普拉斯 剩下的所有队友 不是小虎不发威 不到时机 我不推啊 这一推直接 让RNG能够2比1 拿下这场面对方普拉斯的BO3 那么恭喜RNG做出出场 拿下这一局 方普拉斯在自己的八连胜之路之后 也很可惜吧 连胜之路在北京五克松遭到了中间 哇 我们要把掌征送给方普拉斯的小虎 可能这三局比赛吧 方普拉斯打得都足够优秀 足够完整 最后一局 怎么在阵容上确实吃了一点亏 鼓动性上差了一些 还是前期吧 中叶被极起强度的RNG这边的中叶 找到了机会 导致蜘蛛在前期的作用没有打起来的时候 到后期整个阵容还是相对更难施展了 没错 恭喜RNG 在接下来的比赛之中的话 RNG已经完成了他们自己的八场比赛 接下来他们将会面对像Snake像RW 以及还有包括上半局的其他队伍 包括BLG 包括京东IGSDG的队伍 那接下来两队 其实这两个队伍在激后赛的名额 是 我会让你找到你的那个队伍 发生了个队伍 我会让你帮忙一下 我会让你帮忙一下 所以你帮忙一下 我们现在还会有点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